各位朋友大家好 你沒有看錯這真的是一個笑話家 為什麼用笑話家教書 因為發覺經歷了四年 有幸地我這裏聚到小小 例如,對讀音很有熱誠的人,對英式發音想學多些的人,我都很感動 但是呢,問題是呢,數量始終真的不多 沒有說的,聚到有心人是好事的 但問題呢,我經常覺得,有沒有辦法令多些人接觸到這個很有趣的事 我覺得,這樣嘗試,影片裏做好一點,之類的質素,present 我發現,唉,時間,即是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所以,我剪了影片實在太久,太久,太久 我覺得那個時間不太值得投資 所以,我覺得,與其,不如等我技術進步之前 我都是做回我最擅長的,我覺得,指不物言,OK 不過,就是電子化 今天呢,就想跟大家討論一個話題,很有趣的,我覺得,OK 如果你看看字典,這兩隻字呢 它會教你,音標是一樣的 這個呢,就是這樣 那發生什麼事呢 如果你看看音標,你會看到,左右呢,右手邊那個,I兩點的話 那就應該聽起來很長 bitch,bitch 右手邊,很短,bitch,bitch 但實際上,你要記住這兩個字呢 如果你細心聽,即是朗文劍橋,牛津國大字典 其實它的長度差不多,它會這樣讀 右手邊,bitch,bitch 左手邊,bitch,bitch 你細心聽,根本呢,那個長度呢,就是差不多 我又給另一對字,OK 大家參考一下 這個情況又差不多,這個是這樣 這個呢,就是這樣的 你聽的,你以為那個長度,一長一短 那就不是啦 那麼,實際上聽起來,是長度差不多 右手邊,sit,sit,一張椅子 左手邊,sit,sit,坐下,動前 你發覺長度是差不多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今天就想探討烈語現象 那麼,在語音學上呢,有一個這樣的現象 OK 我先拆了這裡 有這樣的現象 那個名字呢,叫做 Prefutus Clipping 那麼簡單的說呢 原來呢,Value的長短 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後面的Segment 後面的Segment 後面的Segment 那麼,如果後面的Value 的話呢 前面的Value就會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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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給大家一些例子 OK 又回到剛才那個 這個和這個分別 OK 好了 那你們看一下 字典是這樣寫的 無法無價 右手邊就是這樣 然後再說一次的Value 再說一次的Value 就是叫做 Prefutus Clipping 好了 所以你看到這個Ch 是這個Value 是這個Value C-H音 所以前面的Value就會縮短 那原本有E 它會變成一個很短的E OK E E 那所以這件事就變成 B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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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它剪短了之後 你會發現了 其實兩者的長度真的差不多 OK 可以嗎 明白我的意思嗎 那我又想給大家看第二個例子 OK 那 那 譬如說 這個 OK 然後呢 我們做這個 B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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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轉 右手邊是那些豬仔 OK 這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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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錶就這樣寫 先看左手邊 那奇怪的地方就是兩邊的Value都是E 對吧 這樣理論上很長 但實際上是怎樣呢 你看看左手邊 左手邊那個 最後的Consonant 是一個 就是包著的Consonant 是一個 Voltes的Consonant 即是 甚麼是Voltes的Consonant 即是 Voiceless的Conson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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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Value是隔斷 所以 不需要讀這麼長 B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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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但是呢 到右手邊 這個Voiced 朋友 是嗎 那所以呢 那個長度呢 不要正斷 不要正斷 那所以呢 這件事就會成為Beat Beat 那在這一批的字呢 真的會有長短的分別 OK Beat Beat 右手邊 Beat Beat 左手邊 右手邊 B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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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你會聽到 喂 它字面上 大家都在喊兩點 但其實實際上 它兩個呢 是很... 那個長度上是差很遠的 對不對 那呢 Preforses Clipping 這個現象呢 最常會在什麼發生呢 記得呢 就是... 在Dip Thong 發生 OK 那我遲些會分享 就是... 其實呢 嚴格來說呢 這個也是一個Dip Thong 這個也是一個Dip Thong OK 所以它兩個都會很受這個Clipping的現象影響 變了呢 他們的長短會真的相當之誇張 分開得 OK 嗯... 嗯... 所以才會有Beat 和Beat 的分別 OK 好了 另外呢 譬如我 我給這個例子大家 那大家會... 應該會... 應該會... 不再明白 OK 好了 那麼 音錶呢 無花無架 就是這樣寫的 OK 那麼 右手邊呢 就是這樣寫的 好 先看右手邊 那就是 I 加了D OK 那就是 Ride Ride 大家沒有問題 嘛 但是右手邊就不一樣了 因為有個T 好嗎 有個T 那怎麼辦 這個是Voceless 麻煩要切斷句 不要讀Ride 讀什麼呢 Ride 可以嗎 所以你看到 左右兩邊的Val是一樣的 但是讀起來很不一樣 右手邊 Ride 很長的 左手邊 Ride 很短的 那一個Dipthon 大約是幾長呢 那就等於一個... 即是等於兩個show valve 或者等於一個long valve OK 可以嗎 明白嗎 明白嗎 Ride的長度大約呢 就等於... Ride OK 兩倍這樣 可以嗎 Ride Ride 你不要傻間間看到那個音標是一樣的 就以為... 啊 Ride 右手邊 左手邊... Sorry 右手邊 R-I-G-H... 神經病 左手邊 R-I-G-H-T 你就以為是Ride 右手邊 R-I-D Ride 那這樣 那就不是因為T和D的分別了 其實它比較像Val length的分別 就不是T和D的分別 在T和D這個字尾其實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可以嗎 遲些再說 再說一遍 這一群的字呢 就是... 主要原... 讀音呢 T和D 其實分別不大 你自己聽錄音 你自己去聽字典的錄音 不用相信我 你自己去查證 可以嗎 你查證完才可以相信我 然後呢 其實主要分別是Val length的長短 左手邊 R-I-G-H-T 很短的 R-I-G-H-T 右手邊 R-I-G-H-T 很長的 R-I-T 原因正是因為這個叫做 Pre-Fultisk Clipping 我又給大家多些例子 OK 那試一下這個 好 看看這個 那麼音錶上呢 它就是這樣 SORRY 啊 音錶上呢 它是這樣寫的 OK 好了 那發生什麼事呢 記住 我們先看右手邊 右手邊 有個T 它是Voceless 那怎麼辦 前面的Value 麻煩你 Grate Grate 就不要Grate 這樣 行不行 好了 到左手邊 咦 沒有了這個包袱 後面沒有一個Voceless 的東西跟著 這裡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空白 OK 所以呢 它在Grate 對嗎 右手邊 很短的 Grate 左手邊 Grate 這樣呢 今天 這個課程完了之後 大家就知道 喂 原來音錶呢 就不是那麼簡單 你看到兩點就一定長 No 當然不是啦 對不對 做事不要太看表面了 我們認識深入一點 你會發現 咦 原來這件事不是那麼簡單 都是那句 去各大字典聽一下錄音 去求證一下我說的 是不是真的 行不行 OK 有什麼意見 有什麼suggestion whatever 在下面留言 你會不會 我會不會 在這裡 我會不會 有什麼事 我會不會 有什麼事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 你來 我會不會